还不错是不是 哈喽大家好,我是三米姐 三米姐上菜默默的到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十集 所以我们要来一点不一样的 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欢迎经济师 哈喽经济师,为什么平常都是只愿意待在幕后当场近人 今天想要出现在镜头前面 我想说都已经拍了九集了,所以第十集来一点不一样的 第十集的话,我会先跟三米姐把今天要做的料理过程全部讲完 之后就看三米姐自己的临场反应自行发挥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我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华诞佳人 所以我等一下会很认真的做笔记 然后就是认真的记住每一个步骤,希望今天可以成功 我想有九集的试炼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其实我有点难心,我把它做成像虾仁煎这种东西会失败 虾仁煎也没问题啦 顶多我改一下字幕,我们今天就做虾仁煎 这样有点不太好 好吧,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 那我会先跟三米姐说今天菜要怎么做 料理的过程中,我不会再给她任何的指示跟提示 那三米姐的话也会透过镜头跟大家说她现在做到哪个步骤 反正你写下来就是跟大家交换一下新的 对,我真的希望我今天可以成功 加油 好,那我先告退吧 好,华诞虾仁要准备的食材有 虾仁 12支 3颗蛋 少许的毛豆仁 这个是勾芡的玉米粉水 然后一根葱 再来是香油 鱼露 白胡椒 糖跟盐 我刚刚的笔记呢 就这样 希望我可以成功 好,我们现在要先切葱 我们要来切葱花 录了九集,我觉得我最厉害的技术大概就是切东西吧 其他的我觉得都好像还好 好,葱切完了 第二个步骤是要煮水 今天准备了一碗多的水 先来打蛋 所以等一下水滚了之后 我们要把我刚刚切好的葱花丢进去煮 经济师刚刚说葱花丢进水里面煮 然后把葱花的香气煮进水里面 然后到时候在勾芡的时候就会有香气 应该是这样吧 我不好说 哈哈哈 这样感觉好像也是我刚刚是不是个认真的学生 有没有认真的做笔记 跟记得竞技师说的话 但是他刚刚没有跟我讲说 水滚了之后我要用多大 葱花要煮多久 我应该要等到葱花有点香味的时候再 我要开始加调味料 金芝师说 因为他是要配饭的 所以他的味道必须要重一点 还不知道要加多少 随便加 鱿鱿少一点就好 但少是多少谁知道 这样应该够了吧 这样应该够了吧 好鲜喔 是不是我加太多盐巴了吗 死定了 还是等一下我们加了毛豆跟虾仁之后 就不会这么咸啊 好吧那既然是这样 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啦 那我就要来加毛豆跟虾仁 先放毛豆 放完毛豆之后我们来放虾仁 这个虾仁就是好市多卖的冷冻虾仁 我觉得他就是很好吃 而且他很大味 然后刚刚金芝师好像说 虾仁煮到尾巴卷起来之后 就差不多快要熟了 是吗 需要等它滚啊 勾芡需不需要等它滚呢 天啊我觉得我完全没有什么idea而已 那我先把这个勾芡水把它弄均好了 勾芡 勾芡 我好像没跟你讲勾芡的药理 这个有药理吗 不是就要勾芡 丢进去就好了 就我一定不是这样是吗 还是要等滚才能 还是要等滚才能够丢勾芡啊 吃定了我等下做出来会变成 跟虾仁带华丹 笔记里面只有勾芡两个字喔 勾芡 什么都没有 金芝师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就只有跟我讲勾芡 现在跟我讲有勾芡的药理 怎么办啊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勾芡啊 嗯 我水是不是太多啦 真的 我想要来拯救我的花旦虾仁 我要先把我的虾仁拿起来 我应该要收干这一锅水吧 在欣赏尼卡山一点 对啊 危机处理的不错嘛 嗯真机智 总是要想办法 平常虽然不会做菜 但至少会看别人做菜 应该要用大火把那个酱汁 这个水收少一点 让他才会有勾芡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把火开大 让这个汤汁收干 我要自己判断什么时候 那个勾芡的感觉 是对的 然后要下蛋 蛋 蛋会吸水吗 我很害怕 我如果这个 步骤没有弄好 我的蛋下去就变蛋花汤了 我们今天就真的没有 华蛋虾仁也没有华蛋 也没有虾仁煎了 因为虾仁煎是水太少 我今天是水太多 我怕变成虾仁蛋花汤 哦 我知道了 他现在嚼起来有一种阻力 有一种阻力在 是不是就是他变成哥哥的感觉 有勾芡成功了 我觉得好像已经可以把我的虾仁放下去了 虾仁放下去之后 我就要来放 就要来放我的蛋 最后的步骤就是把蛋 要放下去 蛋放下去 然后有一点凝固之后 再来搅动它 要不然它就会变成是 虾仁炒蛋 我怎么觉得我的水好像还是蛮多的耶 糟糕了 不好说 好吧 我只好靠自己 这么多好像很难凝固 对不对 死定了啦 老实说我没有看过经济师做的华丹虾仁长怎么样 那我知道外面吃的华丹虾仁长怎么样 哈哈哈哈 而且老实说我不知道它到底好了吗 我要做最后一个步骤了 放香油 让我的汤汁好多耶怎么办 我觉得我有点做成很像 蒸蛋吗 加点麻油就完成了耶 那这样我是不是就要关火啦 好啦关火了 但我真心觉得我的蛋好像没很熟耶 为什么啊 自己做的料理 你知道我 我已经好热了 自己做的自己盛蛋 我现在就要来配饭吃 吃吃看我今天做的华丹虾仁 我觉得好像有点稀啦 但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可能我在煮的过程中还是太心急了 就是一直去拌它 所以它的蛋就会有点碎 好了 我要来试吃咯 先喝一杯吧 今天我有一点累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啦 因为虾子看起来是蛮饱满的 还不错是不是耶 除呼一道之外我觉得还不错耶 对 我要试试看我的虾仁 而且 不咸了耶 因为可能蛋很多 不然原本还蛮咸的 它那个在做高糖的时候 意外的我的虾子还是蛮嫩的 没有老掉 对 但是因为我后来在最后 我觉得还是煮蛮久的 但老实说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经济师做 然后我昨天知道要做虾仁 罚蛋虾仁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Google任何做法 我就想说我今天就是听经济师讲 然后我就 就照着做 但他真的很不专业耶 漏东漏西的 就害我差点要失败了 我觉得 反而我觉得没有很咸耶 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 你把虾子跟蛋加进去之后 那些食材就是会 整个就是让 那个咸度就降低非常多 要不然刚开始在做那个 勾芡的高糖的时候 因为我的第一吃盐巴加太多 我觉得蛮行的耶 我抽抽 要不要试试看 嗯 对 他其实不像滑蛋 因为他其实吃不出来有勾芡的感觉 他其实真的比较像是 虾仁炒蛋 对 我印象中 因为其实我很久没有吃滑蛋虾仁 但是我印象中 就是在大学吃滑蛋虾仁炒饭的时候 他其实是 是搁搁的啦 对不对 搁搁的 然后 很咸 咸 应该是说味道很重的 然后蛋长什么样 其实我有点不记得了 蛋的形会比较 完整 比较大片 比较薄 嗯 不会那么厚 嗯 我这个是不是算是虾仁炒蛋 因为你刚才一次把蛋液全部缩好了 嗯 正常的话 可能要拿一个汤匙盯着 蛋液慢慢绕 它就不会一次变厚厚的一层 嗯 就不会变香炒蛋 哦 对啦我觉得 但我觉得我这样做起来也不错吃 虽然是虾仁炒蛋 嗯 就是它 它应该不算是 滑蛋虾仁 比较湿的虾仁炒蛋 对 还行啊 但其实真的不难吃 虽然 虽然不是滑蛋虾仁 我刚刚其实还蛮 所以你要改名字了吗 没有啊 就还是 算半成功 半失败吧 因为毕竟 它不难吃 但它也不是滑蛋虾仁 味道好已经不错了啦 对啊 我刚刚真的做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很多问号 边做边很多问号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做菜的人 在做菜的时候 就是就算是看了食谱 可能也会边做边很多问号 像我一样 正常 对 正常 但是 我们以后也都可以来这样拍好 我觉得这好像还蛮有趣的 哦 好哦 像我剪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很累 我不知道 应该会吧 因为毕竟就不像之前一样 就是先讲好我照做 但是 我还蛮开心的啦 就是今天的特别企划 华诞虾仁 嗯 百分之五十成功 好啦 那就期待第十一集的三咪姐上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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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